各位同學,我們今天繼續學習范仲淹的岳陽劉記 我們上一次討論了第一段 現在大家一起看看第二段 如觀乎巴凌聖藏,在洞亭一湖,咸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濟艾,朝暉夕音,氣象萬千,此則岳陽劉之大官也,前人之術備矣, 然則,北通無合,南極蕭霜,千客蘇人,多會於此,濫密之情,得無疑苦? 作者在本段,突出了岳陽劉上所見到的是什麼景物呢? 作者說,如觀乎巴凌聖藏,在洞亭一湖 表示,登上岳陽劉,可以觀賞洞亭湖 那是岳洲,即是巴凌棍,最值得欣賞的景物 那本段有哪些句子是描寫洞亭湖的呢? 它又有什麼特點呢? 作者是這樣描寫洞亭湖的景物 它好像開口含著遠山,吞下長江的流水 浩浩蕩蕩蕩蕩,橫無濟艾 水勢浩大,波蘭壯闊 無邊無濟 朝暉直音,氣象萬千 一早一晚,有時陽光照耀,有時一片陰霾 景象千變萬化 由此可見,洞亭湖的景物 有氣勢磅薄,紅旗壯闊的特點 作者描寫洞亭湖的景象之後 下文轉入另一個意思 文中有哪一個虛詞是表示轉接呢? 文章入面的言則 不通無俗,南極蕭霜 千客騷人,多會於此 其中的言則 可以譯做哪摩 是承接上文,喜,轉折的作用 作者由上文描寫洞亭湖的 撞闊景色 轉寫什麼意思呢? 作者在上文描寫洞亭湖的 撞闊景色 在此用言則 表示意思的轉折 文中說 言則不通無俗,南極蕭霜 意思是接通無俗,燒水和玄水 這些在古代都是十分偏僻的地方 而千客騷人,多會於此 即是說,千客騷人大多會在洞亭湖相遇 而洞亭湖的景物,會引起他們內心不同的感情 那什麼是千客騷人呢? 千客就是被降職權調往偏僻地方的官員 蘇人 蘇人就是政治失意的文人或者詩人 他們被貶到偏剔的地方 政治失意,離鄉別井,內心憂傷 對著洞亭湖的景色 自然會引發無限感慨 在這段的最後兩句 有什麼作用呢? 懶物之情,得無二乎 的意思就是 觀賞自然景物會引起不同的感情 在下面的第三段和第四段 就分別寫悲傷和歡樂兩種懶物之情 即是觀賞自然景物所產生的感情 由此可見 這兩句有由第二段過渡到第三、第四段的作用 在第三、第四段 作者怎樣寫千客騷人的不同的感情呢? 大家先用心細看,我們留在下一次再討論吧 跟著就請大家試做這兩個練習吧 中文字幕 《蘇宙》